枪枪三圆形 来 我一看见你们俩在一块 我就想出示一些男女在一起 让人很心旷神怡的照片 那是我跟他还是你跟他 有我才有你们俩 对吧 可是被拍的不一定是三个人 一定只有两个 我像是拍照的那个 所以我要给你们出示奥巴马 奥巴马其实是挺帅的 奥巴马最近去了哪 你的国际观察员 缅甸 泰国 缅甸 泰国 在那去干什么去了 在柬埔寨 很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 他去干什么去了 开会啊 缅甸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美国总统在任期间访问缅甸 而且要投资 我跟你说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他去 是去调情去了 而且我有 断章取义 不是断章取义 我有图有真相 是吧 我拿图作证 你就知道 我的这个是本质的真实 你瞧 英拉 把我看上的女领导人 也给 你看 你瞧 你再看下一张 更像 你瞧 英拉还卖翘呢 是吧 这就是女人卖翘 卖娇的那种表情吧 奥巴马很会议 你再看下边 就换人了 这张 这个他们的那个过程 我有看 这个昂山四季 其实年纪 他已经过60岁生日了 然后就整个身子扭动 扭来扭去的 然后就转身走了 奥巴马在后边还追了几步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一辈子追求自由的女的 一见到自由世界的主 那简直是不能自持了 你看下面 哎呦 这家伙 奥巴马 他太太没跟着来吧 太太拍照 太太拍照 他太太只吃那个 比亚西的醋 这些没有关系 对 昂山素姬的醋 也没必要吃了 这个 没有 重点在于说 昂山素姬 你看他表情很不自在 好像躲开的样子 没有 他很享受 是吗 可是我刚刚看 看他那个表情 我就觉得 因为啊 坦白讲 可能他生输了 他以前的丈夫啊 坐牢也被软禁以前 他丈夫是脑外 所以他对于拥抱 勇吻这种 应该非常熟识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劲 是吗 山素姬就一直这样 这样的 不是我刚刚看他表情 我觉得怪怪 所以我想补充 文涛说 那个奥巴马 去那边是调情 我觉得要补充说 是去调情失败 拥抱别人勇吻 你觉得他怪怪的 我觉得是不是 心中有点磁死啊 是黑人总统 假如今天是个 Quinton 他就他就 反应不一样 对我对女人的解读 解读完全不在行 当然要听闻 不要误入我们的 是有女神 我觉得这些 东南亚国家的 这个女性领导人 当然这个 王山素纪线 目前还不是 只是反对派的 但他们呢 就是一方面 是展示这个 自己很强权 女性的权力 这一面 但是同时啊 你看他这种 女性的妩媚啊 我觉得是 自然而然的 流露出来的 我还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